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白玉兰风波过去之后 王一博的杂志上线 随后本人也在海外露面 受品牌方邀请去看法王比赛 这次露面让许久未见王一博的粉丝又惊喜又担心 惊喜自然不必说 毕竟王一博似乎很久没有新的行程了 400多天没有进组 之前爆料过的电影人鱼也迟迟没有开机的消息 让大家干着急 好在现在王一博终于有了新的行程 也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近况 不得不说 虽然没有提名白玉兰 但王一博也并没有受到影响 在外网镜头下平淡从容 当天王一博一身休闲装亮相巴黎 戴着帽子坐在观众席的时候还十分惬意 不管他有没有受白玉兰提名事件的影响 这次海外行程全当散心 因为他在法网的观众席 央视还拍到了他 一闪而过 算是个小彩蛋了 不过令人担忧的问题也出现了 有戏新的网友发现 王一博这次公开露面又戴了帽子 不仅机场戴帽子 看比赛 逛街吃冰淇淋 就没摘掉过帽子 倒是给发型师省了不少工作量 但王一博戴帽子的场合是不是太多了 仔细回想 好像从跨年晚会开始到现在6月份了 王一博出场总是戴各种各样的帽子 再不就是一眼看上去就很假的假发 起初大家都以为王一博是为了拍戏 但是这都半年过去了 王一博也有没进组的消息 头发也一直没留长 还一直戴帽子 甚至从一些路透照片中 还隐约能看见王一博后脑勺的头皮 疑似出现了斑突的症状 让粉丝很是担忧 之前王一博手上就曾出现过红色的伤口 后脑梗也被爆料疑似长疮 大家担心他是不是身体状态不好 王一博之前因为忙碌劳累 身体似乎一直不太好 拍摄陈情令的时候满手都是真眼 不知道是怎么扎的 不是血管的位置都有真眼痕迹 让粉丝很是担忧 录制综艺的时候还曾因为胃痛 到最后只能缺席录制 如今似乎头皮又出现了问题 要不然怎么半年过去了 不是戴帽子就是假发 就连拍杂志拍摄的也是帽子主题 换了好几顶帽子 没给蒸发一点而亮相的机会 王一博近期存货似乎也都播完了 什么项目能让王一博造型保密半年的时间呢 可如果不是有具需要保密造型的话 那就没理由每次亮相都戴帽子吧 甚至红毯都要戴帽子 王一博之前寸头的发型也很酷啊 早前就有网友质疑过 王一博为什么总是戴帽子 粉丝也在工作室评论区留言 建议搞好妆发 要说工作室没有监测舆论也不太现实 但要说他们看见了吧 却也没做出改变 甚至对王一博手上的伤口 也没给粉丝一个合理的解释 只是默默批调 已读不回事让他们玩明白了 最后还是建议王一博方面能够重视于情建议 不要因为发型问题惹出不必要的争议 避免网友对长时间没禁组的问题进行过度的猜测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call 对大小铃铛 大小铃铛 突批自会 从小铃铛 前复